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的这个标舞基因有兴趣的话 我们现在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月费方案 一个月付1280元 然后另外一个是年费的方案 一年付12800元 相当于买10个月送两个月 那除了之后 我们就会在家政25堂 由助教上的财报魔法班的课程 那你就可以立即开启 市场唯一的一个财报AI的APP 我自己是很自豪的你们的功能 是非常的强大 那我们很多同学他在使用过后 他也觉得真的是非常物操所知 那这个是其中一位同学 应该是他这一两天的一个回馈 他觉得他非常感谢标普基因 他虽然这一阵子很忙 他可能工作上非常的忙碌 但是他学会了应用这个APP之后 他真的能够面对股市危机的时候 内心却很踏实 而且他很放心的这个补仓 可能就是持续的在买进 他觉得这款APP真的很好用 而且运用起来真的是很超值 这就是我们同学的一个回馈 APP它融合了非常多强大的功能 包含了财报分析的功能 甚至在企业评价上 也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在面对升息联准会暴力升息的情况之下 甚至在面对经济衰退的风险之下 我们的APP都能够 适时的去在企业价值上去做一些调整 提供投资人我们的订户 非常有用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那除此之外 在筹码分析上也是非常强大 这跟市面上其他相同的APP比起来 其实我们完全拿最强的来跟我们比 我们都丝毫不逊色 结合了财报分析 甚至结合了筹码分析 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 而且它不断在进步优化 精进的一款APP 对现在股市危机的时候 内心却很踏实 我觉得内心的踏实 这是现阶段大家还蛮需要的一件事情 只有你心里踏实的时候 你才在市场的波动中 你才不会迷失的方向 然后最后 因为当你自己失去了方向 你就会开始慌张 你就会乱 当你乱的时候你的节奏就会错 当你节奏错的时候 你就会做出很多 无蠢的交易的行为 财钱要先把你的心理好 那自然而然 就可以帮助你在投资的市场 都会比较顺利一点 甚至少走一点冤枉路 刚才有特别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标股基因APP 推出新的版本了 那我们这一款 是不断在进化的一款APP 那它新的版本1.2.2 这个版本已经上架了 欢迎大家到这个商店去更新版本 如果你是用苹果的 就到Apple Store去更新 那如果是安卓系统的 那也有这个Google Play去做更新 那你就可以马上使用到 这个1.2.2的这个版本 这次的版本做了很多的更新 那我们这边来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 那第一个新增的就是 个股日K主力的买卖超指标 那这个是什么呢 我们进入到这个APP的画面 那先确认你的版本 是不是1.2.2的版本 那怎么看呢 就进入到这个设定 然后确认你这个版本 是1.2.2的版本 那你就会是采用我们最新的这个版本 那回到这里面 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我们新增一个叫个股日K主力买卖超指标 那这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举例说明好了 以这个台达店好了 台达店来当做范例说明 那它这个项目啊 是进入到这个K线这个地方 K线里面不是有日、周跟月吗 那在日的部分啊 你往下看 我们过去这一排是短均、长均之后 还有主力的成本线是多少 外资的成本线是多少 那还有投信的成本线是多少 那新的版本中你往下看 下面这一排啊 它这边有多了一个主力 这边看到主力它的每天的买卖超 那这个买卖超的张数 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是新的版本中新增的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新增个股功能自定义排序的功能 那这是什么呢 我们重新回到这个APP的画面 那一样 我们用这个台达店来当案例说明好了 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一排是 即时量价分析K线财务法人筹码 跟大股东合流图 那过去的版本中 这个的顺序都是固定住的 是没办法调整的 但是有些同学会觉得 我们标股今天合流图很好用 你会想把合流图放到比较前面 而不是每一次滑进去这个画面的时候 一直往右滑 或者是你认为大股东很好用 你想要把大股东的顺序往前调 那在过去的版本是没有办法变动的 但是在新的版本中可以做变动 爬到这边 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齿轮的部分 点进去之后 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调整 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这个合流图是你常常看的 你就可以把合流图移到最上面 那甚至我们这个版本的大股东的功能很强大 你可以把大股东移到最前面去 那你按了确定之后啊 那接下来所有的排序 就会是在合流图先 大股东在后面 那就会把你平常习惯看的 就把它放在这里面 这是我们新的功能 那除了这第二功能之外 还有第三个 就是修改个股大股东变动月份的显示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回到APP来看 那同样以台达店为例 我们进入到大股东嘛 这边有个前十大股东 他们就会统计九月份 有没有在加码 九月份他台达店的大股东 完全没有任何的加码 所以可能没有很积极的在买 那我们刚才有跟大家举例的 像这个1218 这个泰山 泰山 最近大股东买的很凶 所以我们看9月份他的大股东 龙邦也在买 保胜也在买 我们在新的版本中 这个就会把月份统计在最新的月份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上一个月 有没有哪些公司大股东在偷偷的在买股票 同学就可以利用大股东偷偷在买股票 然后就可以去追踪他的可能的一些原因 那我们刚才有帮大家另外就是跟大家整理的份资料 就是9月份大股东增加最多的一些股票 那比如说富邦金台北市政府增加了七万七千张 为什么会增加 是因为他们除权的关系 就配发股票的关系 那另外像2915的润泰权 他们的大股东也增加了七万张 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现金增资大股东进行了认购 那除了除权之外 除了配发股票鼓励之外 除了现金增资之外 还有第三个就是大股东真正拿钱在市场中拼命的买 刚才取的泰山就是这个例子 所以我们看到近期泰山的股价是非常的下下降 你看这是他今年以来的股价走势 从26块一路涨到45块 即使你看用日线来看 10月份以来他的股价对大牌也是非常的强劲 这表示他背后一定有大股东 为什么会持续买进的原因 那泰山其实是经营权之争 因为市场派是龙邦 然后公司派是原本的詹家 然后目前各持有了四成的股权 所以他们两大集团各持有了四成 那市场能够有的筹码会越来越少 所以他有可能会复制先前大同的案例 大同大家记得大同吗 这个也曾经是市场派跟那个争夺战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大同 大同曾经这个时候不到5块钱 后来涨到42块 这个其实就是经营权之争所导致的这个结果 目前市场我们所看到的经营权之争应该 泰山应该是下一个大家可以去关注的 然后这个要去哪里看 我们光光看大股东 持有400张大股东也一直在买进 小股东一直在卖 小股东一直把股票丢给他们 因为他的股价一直在创他这几年来的新高 然后大盘跌成这样 股价涨成这样 那当然很多小股东都想把股票卖掉 那就会出现所谓你丢我减 小股东丢大股东减 那就会形成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 前十大股东还在持续的买进 对啊 那这个就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那针对这个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第三个修改的这个大股东变动月份的显示 那我们今天特别的帮大家整理一份资料 就是整理了台股1700多家上市会公司中 有哪一些公司 他们最新一个月的大股东的持股 叫上一个月大幅的增加 那我们就开放给大家去做下载 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目前有哪一些股票呈现大股东不断买进的一些状况 那这个资料要去哪里看呢 就是进入到APP里面 然后我们一样点到这边有大盘自选 龙选严选分点跟足笔 大家看到足笔点进去之后 然后这边有龙点评 龙密集还有一个富爸爸 那我们小编已经把这个9月份 大股东的变动资料整理在上面 那同学就可以直接去下载 然后直接去看目前有哪一些大股东 是大幅的增加持股 那这个就去研究它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 那有的是经营权 有的是营运看好 有的可能是股票鼓励 有的可能是现金增资 那这几个理由都是显示出大股东的股票数目正在大幅的增加 但是如果你不是我们标股金APP的用户啊 其实也没关系 那我们现在有一个APP的试用活动开跑了 标股金APP都可以免费下载 你进入到Apple的系统 或者进入到安卓的系统 其实都可以免费下载 那免费下载之后 你也可以申请了帐号登录之后 那它也是可以使用 但是很多功能是锁起来的 那我们现在有个活动 就是你只要私讯小编 那我们小编它就会给你这个优惠码 那你APP可以这个试用这三天 你这试用过程中 你可以体会这个市场最强大的APP的功能之外 那另外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吗 这个大股东疯狂的这个增加持股的这些标的 其实也可以在我们的富爸爸这个专栏中可以看到 那你就可以搭配我们的新的功能 那刚才有特别强调啦 我们有一些网友反映说 试用三天好像太短了 太短三天一下就过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加码 那你看到今天这个影片 我们这个免费的试用 我们把这个时间 从三天提高到一个礼拜 七天 就是你可以好好把握这一次的这个试用活动 那只有这一波的试用活动可以试用七天 那你可以了解 我们这个标五金APP是一款 怎么样不断在进化的一款APP 好 那就提供给大家了 这个活动要好好把握 好好把握的 好 那除了这个还有第四个变动 就是我们金融股的753策略 调整成654策略 这也是金融长期主张的金融股的一个合理价 便宜价格昂贵价的一个设定的区间 那这要去哪里看呢 举一档金融股好了 刚才有讲到富邦金嘛 富邦金 那过去啊 其实我们在这个分析的过程啊 我们这个基因检测 它的这个金融股的价值啊 原本是753的 在新的版本中就调整成654 只有金融股是调整成654 那其他的股票都还是753 因为这符合大数据的一个高胜率的准则 新的版本中就加了这个654 这个部分 好那谈到了这个这个新的版本之后 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我们新增的一个金融股的一个选股策略 跟ETF的选股策略 那金融股的选股策略 跟ETF的选股策略 一样就是进入到这里面 我们这边不是有龙选吗 龙选里面除了有原本的八大策略 成长价值布雷 地板 龙多 维基路是资本支出 闲于翻身 新的版本中有增加一个叫金融股的价值 那就是目前的股价 刚好符合了6%的殖利率 就会进入到口袋名单 而用这金融的股利的平均除以0.06 那目前的股价只要低于这个价格 就会进入到金融股的价值区了 那目前符合这选股策略的包含了像富邦金 包含了像国泰金 还有开发金 元大金 台新金 国票金 金城银 台中银 联邦银 华票 新产 中债宝 第一宝 统一证 群义证 然后福邦证等等 这个都全部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654选股策略中的6%的殖利率了 比如说像元大金 这要怎么去看呢? 财务 然后它的股利 你看它近五年的股利 有赚 合计1.8 就是把这五年的平均股利加起来除以5 1.8加1.2加1.05加0.9加0.56 这五年的股利加起来除以5之后 然后除以0.06 那这个就会是金融股长线的一个比较便宜的价位 这是我们先前在直播中甚至庆隆在很多的影片中 有跟大家分享的一种计算这个金融股好价格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 那除了这个金融股之外 我们这边还多加了这个ETF金叉 这个ETF金叉就是去检视目前台股中的ETF 有哪一些的股票出现了低档黄金交叉 比如说物思以下黄金交叉 这也是金融过去长期主张你投资ETF非常好用的一个判断依据 那现在目前有富邦台湾优质高息00730出现了黄金交叉 你看点进去之后 那你看K线月K 然后这边点KD 看这一波的这个00730从22.47跌下来跌到14块多嘛 然后这边出现了黄金交叉 可能就出现了它这个跌幅可能即将结束的一个转折点 那另外还有一档是00733 富邦台湾中小股价也从51块跌到30块 那近期也出现了第一档的黄金交叉 那出现第一档黄金交叉 它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口袋名单里面 农选股里面的ETF金叉 那这个内容其实也是过去庆隆长期有分享过的高胜率的ETF的投资数 很好用 那就可以去帮大家快速筛选 因为现在目前的ETF 我记得有200多档啊 这么多档你怎么知道哪一些已经进入到黄金交叉了 那我们新的版本APP又加进了这个功能 这功能非常的强大 好那另外一个更强大的功能 这就是新增的个股在PEG升息调整功能 这也是市场独家的 那我们这功能啊 我们举例好了 用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 这边有个PEG嘛 通常PEG比较适合成长股 成长股的投资评价的方式很适合PEG 像金融股就比较不适合PEG啊 金融股就比较用那个殖利率就可以了 刚才讲456准则嘛 那有一些长期能够稳定配息的 也比较不适合PEG 他可能就适合唇骨圣经 7%唇骨圣经 那PEG到他们都比较适用成长股 但是今年成长股挑战很大 因为连种会暴力升息 造成很多成长股被修理 那最有名的案例其实就是这个 过去有一段时间 美国兴起了两个股神 一个叫南股神叫巴菲特 一个叫女股神叫伍德嘛 那女股神有一段时间 她的绩效是碾压巴菲特 那为什么 因为她的投资成长股 比如说投资特斯拉 投资大家认为未来成长性很高的公司 那所以在我记得好像两三年前 她的绩效是完全碾压了男股神巴菲特 但是从去年开始 女股神伍德就被打脸了 她的成长股就受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几乎今年跌最惨的都是成长股 在女股神会暴力升息的情况之下 她的这个股价下修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好那讲到成长股之后 我们可以来套用一下 那我们来回到这个APP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以台积电当案例 那过去我们进入到PEG 不是有四个分类吗 税后净利率 然后有税后营业利益率 还有ROE再投资 还有ROE 那如果你想要看那个预估EPS 你会进入到税后几率这个点 那这个点之后 我们新的版本有加入一个 升息对预估股价的影响 那一样也会有特价便宜 合理昂贵跟疯狂 那在完全不调整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套用PEG 它450就是特价了 是特价了对吧 但是大家知道 哇台积电已经跌破了特价了对吧 这个部分有 有今年联准会快速升息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新的版本中 有加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开始进行升息的调整 那我们现在目前设定 从15码到24码 大家可以去调整 像目前联准会已经升12码了 那应该11月过后会升息到15码 那你就可以进入到15码的区间 那台积电的特价就会往下降了 便宜价就会往下降 392 392 现在是395 哇应该392以下就会开始 当做台积电的便宜价了 所以这个就是升息对一股主 随便可以进行调整 这也是我们新的版本中 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是我们在各股的PEG升息调整 加入了这个升息的影响 那会让这个成长股的调整 让同学更有依据 所以我们不只在金融股的部分 做了一些非常完善的这个功能的建制 甚至我们在成长股的部分 也建制的非常完善 符合目前市场现况的一些功能 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 标股金订购有兴趣的话 我们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月费方案 就是一个月付1280元 那或者是你采用一个更物超所值的年费方案 相当于买10个月送2个月 然后另外我们还加证25堂 由助教上的这个财报魔法班的课程 那你就可以立即的开启市场唯一财报AI的APP 甚至我们这款APP在筹码分析上也是市场最强大的 我非常自豪认为是已经是达到市场最强大的一个一款APP了 所以非常诚挚的推荐给大家来使用 好那我们还剩下一点时间来 开放同学来问一下问题 花样美兰子说今年的女股神亏很大 真的亏超大的 那个已经血流成河了 真的血流成河 当然在多头的市场中投资成长股 当然是会有那个很大的利润的空间 那但是在修正的时候通常也是在修正成长股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价值股会抗跌 就是因为价值股没有涨很多嘛 所以它修正起来也会比较没有这么大 达斯特同学说AP的功能又多增加了活力 对啊我们真的非常利用 我们真的不断的在优化跟进化 因为我们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工程师团队 那我们也非常愿意投入资源去购买数据源 投入资源讲白话一点 我们非常愿意花钱去买数据源 庆龙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多同学的支持 可以让我们的营运有多余的钱 可以去买我们想要的数据 大家目前所看到的很多的这些数据啊 就是你这些大股东的数据 然后甚至一些筹码的数据 甚至一些财报的数据 每一个数据都要花钱去买来的 因为这是有版权的 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很敢花钱去建置 倩永老师想要给大家的一个非常完善的工具 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把赚的钱都再投资 跟台积电一样把赚的钱再投资 然后不断的去建置更强大的功能 每一个功能的建置都需要money都要花钱的 比较小看那个钱很多 我记得光你要建置那个大股东的资料库 好像要几十万 每个月要花几十万 那是源源不绝要花的 那当然我们为了要提供大家最完善的功能 所以我们很愿意花钱去强化APP 当我们愿意花钱去买很多数据的时候 然后再把倩永老师的knowhow加进去 那这一款就会是市场我认为目前最强大的一款APP了 但是我们基本上都另也可以去看 这得很好 不 revived 这 important part 你主持人认识